这次找右边的江湘佑找到了 王刚去往金区里边插 江湘佑扣回来左脚再传一下 远续的投球顶出禁区 池中国际再顶回来转身打门 阿德本罗这个射门的表现 可以说是体现了自己 风险球员的这种固有的素质 对照机会之后出脚非常快 不停球不调整 当然这个球呢把球踢刺了 然后白腿的收尾阶段 踢到了立鹏的手上 现在这个冬天天气初冬时节 天气比较冷 期日比赛呢 本来手这个部位可能就 就比较脆弱比较怕疼啊 对方这么一脚抡在自己的手上 可能确实也会挺疼的 当然阿德本罗那个动作呢 也并不是故意的 张振强 这个赛季球队的主力门将王志峰 伤病呢反复比较多 张振强呢就也是断断续续的 可以有很多的出场 维亚大 果然场上应该是有球员倒地 是福布斯倒地了 场面有人在投诉 在告状打人了 这个球余大宝架了胳膊肘 但是这个胳膊肘 没有向后甩向后发力的动作 应该不至于 一点事没有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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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啊 打人都能看我 我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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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员的教练组呢 也一直在 可以说是向财队员施加压力 也可以说是起哄啊 哎呀